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在紐約曼哈頓造勢 你現在比4年還要更好嗎 引用前總統雷根這句名言 也搬出自己的經典台詞 但這場造勢會歧視言論 滿天飛 替他暖場的喜劇演員 也嘲笑波多里格 他其實是要質疑民主黨的移民政策 雙手狂揮暗指拒絕移民 新奇克利夫還嘲笑拉丁裔 喜歡生小孩 一習話引發輿論化然 他卻反駁說是批評者 沒有幽默感 被踢爆曾拿學生證 非法打工的馬斯克 關鍵時刻扯後腿 這下一家三代都來為川普站台 還讓他兒子戴上挺穿的招牌帽子 川普指導民主黨大本營 沒想到對方早有準備 利用麥迪遜廣場的電子刊版 糟糕天下 川普等於騙子 而賀錦麗正忙著搶非裔選票 擁有十九張選舉人票的賓州 合格登記選民 非洲裔就佔了百分之十 賀錦麗想要贏 非得拿下非裔族群的票 TB新聞總和報導